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朋友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不是要來討論服飾風級 這一集我們反而是要來討論海軍的艦隊 包括水面艦隊跟潛艦的艦隊 他們要怎麼樣來防台 做防台的準備 在比較古早的年代 颱風來襲 所有的艦隊一定是都是回港來進行相關的防台準備 可是在近年 海軍接受了美軍他們的做法 所以水面的艦隊他們會進行機動疏散 就是像這一次的颱風是從南部過來 那水面艦隊就會盡量往北邊去進行疏散 而不是全部綁在港內來做待命跟防台 因為讓艦隊在海上機動 他擁有動力 有機動的能力 那他對於各項狀況的反應就會比較好 而且以台灣的地形來講 颱風一般對於海象的影響可能會限制在局部的區域 另外有關潛艦的防台 我們常常聽過有很多的人有突發奇想 想說颱風來的時候 潛艦跟潛艇就躲在海底就可以了 可是其實那些動作都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颱風來襲的時候 海水就會像洗衣機裡面在攪動的海水一樣 上下沖洗 而且整個水溫狀況非常的不穩定 水中充滿的雜質也非常的多 對於潛艦來講是非常的危險 而且最重要的是 目前裁電潛艦 它不免都還是要進行換氣 所以颱風來襲的時候 整個海象狀況非常的差 所以裁電潛艦這時候要浮上來換氣 它的風險就會增加 因為海況惡劣 所以它的呼吸管 可能整個浪高都超過它呼吸管 可以運作的範圍 另外由於海中的雜物也非常的多 所以也影響到聲納的運作 所以潛艦有可能對於自己所處的水中環境 完全沒有辦法摸清楚 而且在颱風來襲的前跟後 海象狀況就開始變差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大部分的潛艦也都會進行回港 來進行避風 所以潛艦它的防台準備 大部分都是在港內來實施 跟其他的中小型的艦艇一樣 而海軍的大型的水面艦 就會進行機動疏散 就會疏散到遠離颱風影響的區域 這樣子保有艦隊的機動性 以及戰力 那在颱風離開之後 他們再返航 這也是美軍目前所採用的方式 好了我們這一集就簡單替大家 腦補一下有關防台準備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先聊到這邊 感謝你的聆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